各位朋友們,大家溫厚 我說啊,這一個今天的題目可以歸納成全球化,天下黨的一種標準 我把它說成黨德、黨性、黨德 黨的存在價值、黨的傳統歷史跟黨魂 這一種涉及到,簡單的說只是兩樣 一個是利益,一個是利於益之分 這個民進黨是誤何自重個人的利益 重於道德、良心、本性的結合 重於國家民主整體的公益 所以它是只有私人的利益,沒有公益 這個是差別很大的一個黨 謝謝台中的姚先生發表您個人的看法 下面我想請山東的網民羅先生也參加我們的討論 山東的羅先生,你好 你好,是嗎? 是的,請講 這樣我想呢,建議台灣的各政黨要認清形勢 什麼樣的形勢呢?要看清當前的中共 當前的中共已經對他們沒有危險了 當前的中共現在是什麼樣子呢? 是拿著統一當幌子 對台交往要面子 對內主要保位子 保住位子以後大小官聊、撈票子 現在這樣的一個形勢 叫民主自由的浪潮啊 即將把大陸 這一邊啊,這個獨裁政權即將要衝垮了 我希望台灣的這些政黨啊 要以,比如說十年以後,五年以後啊 這個以後這種觀點再來檢討現在的行為 看現在是願意跟那個反動政權 吭陷一氣呢?落了千古罵名呢? 還是做出正確的判斷 站在兩岸人民這一邊 站在歷史大吵前進的這個方向裡面 我希望他們能有這個眼光 謝謝 好的,非常謝謝山東的尤先生 那綜合剛才六位海峽兩岸聽眾觀眾朋友 我們的問題我想先轉回華盛頓現場 請教曹玉芬女士 好像我看起來這六位海峽兩岸聽眾觀眾朋友 對這個議題上面的分歧似乎不太大 台南的觀眾認為說這是蔡英文主席 手忙腳亂碎,揮刀亂砍 好像山西的一些大陸 包括山西帶內的大陸聽眾朋友 認為說好像民進黨到了 該檢討中國政策一個時候 你怎麼綜合評論一下 這六位聽眾觀眾朋友的問題? 對啊,這些來電話的觀眾 其實都對台灣的這個政治 顯然是有很多的觀察 那很有意思 我覺得說第一個就是民進黨 剛剛陳先生提到 就確實民進黨跟中國的交流不應該反對 問題是說你交流的目的在哪裡 是不是要有意義的對話 民進黨現在批評的是說 很多國民黨的人交流 是為了自己的益處去上紅地毯 可以上釣魚台賓館去吃一頓飯 然後甚至兒子女兒什麼 都可以到中國大陸去做生意賺錢 那麼民進黨作為一個反對黨 或者是說標榜核心價值 是維護台灣人民利益的 你當然可以去交流 但是交流的時候 一定要守住台灣的核心利益 另外我覺得說 民進黨可以去跟中國交流 但是交流的目的是應該要對中國的民主化跟自由化 促進這兩個重要的方向有貢獻的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些核心價值上 如果能夠釐清的話 交流並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這個 民進黨到現在雖然非常痛苦很混亂 但是它還有40%的選票跟民眾支持 表示在台灣它有相當堅實的基礎 我也不認為上次的選舉主要是因為兩岸路線的差別 主要是第一家庭的貪腐的這個傳聞 我覺得對於民進黨的殺傷更大 那在失去這個清廉的這樣的一塊招牌之後 當然剩下的只有統獨這個差別 我覺得民進黨必須要找回 除了統獨之外 它的核心價值作為一個反對黨 它到底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中國政策辯論是它整個前途 民進黨前途的一個一環 並不是它唯一的一個問題 但是回首去看 目前這麼困難的狀況 還有40%的人 願意支持民進黨 而且認為他們的反對聲音在台灣 對於跟北京打交道的時候非常重要 包括國際 華富很多學者認為說 即使他們不全然同意民進黨的觀點 但是他們代表的台灣民意 對於台灣來說很重要 表示否則的話 兩岸問題就等於已經解決了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反對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方面來講 民進黨是有基礎的 只是要找出他的策略而已 好的 謝謝玉芬 那繼續請教在台北的武漢 吳教授除了剛才 檢要的回應一下 聽眾觀眾朋友們的問題之外 其實玉芬剛才把這個題目 拉得比較大了 就是除了這個登陸黨員的問題之外 整個民進黨的前途 要在統獨之外 找出一個核心架子 究竟在哪邊 剛才稍稍前我們在畫面中其實也看到了 現在我們看到台灣的民進黨 好像在這個統獨的困境當中 重新回去擁抱群眾 走回了一條所謂的群眾路線 您認為這是民進黨未來一個正確的方向嗎 吳教授 我們姑且不管它是不是正確的方向 但是它是有效的 就是最起碼 剛剛超越界所講的 這四成的選民是支持民進黨的 那最糟糕的也就是 正是因為四成的選民可以讓 部分的政治人物在這裡面獲得利益 所以他只要繼續抄這個議題就可以了 那麼如果假設說 這個台灣藍綠政黨的基本盤 都不到三成的話 那麼政治人物在這裡面 都沒有辦法獲得他的利益的時候 那麼政治人物就要開始講 講具體的東西講真話 那麼這樣子的話 這個政策 我們所強調的這種 比較清楚的政策才會出來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的政黨支持的 都有最起碼有四成的選民 所以這四成選民可以讓 其中有一部分的政治人物 會獲得他的政治利益 所以過去所有用的這些招數 或者是議題 現在還是能夠繼續來使用 那麼讓他們沒有辦法去從這裡面跳脫出來 謝謝武漢 武教授 那麼我們接下來也繼續抓緊時間來接聽電話 想請桃園的徐先生發表您的看法 桃園的徐先生您好 請講 喂 喂請講 我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請說 喂 我跟你講 喂 請講徐先生 我講這樣子 我直接講第一個問題不講 就講第二個問題吧 是 就是說這個 去大陸訪問什麼 呂秀蓮啦 呂秀蓮小區大陸訪問啊 犯正中啊 使用署啊 我這 其實我這個說實在話 這三個都是過氣的這個政治人物 民進黨已經是在野黨了 這三個還是在野黨裡面的在野黨啊 有 真的是沒有 不需要再討論了 而且 剛才那個 這個美國那個自由時報的人 記者講的什麼 孔獨子 孔獨有什麼好討論的 他也是個假議題啊 好的 我真的覺得說 美國之英啊 應該 總有一點有陰陽的題目 好的 謝謝 剛才大陸民眾都講了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一般經濟發展還要去除貪污 怎麼樣子能夠兩個配合 這才是有陰陽的題目啊 好的 謝謝桃園的徐先生發表您的看法 對我們節目的建議啊 下面我想請黑龍江的張先生 也參與我們的節目 黑龍江的張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談個問題啊 這個你就是你好 剛才你說一句話就是拉攏啊 你這個這個語言可以說有點不太實大啊 就是兩岸之間都是一個共同 一個民族共同的語言 就兩岸之間就一個目標就是 這早點統一 他就說兩岸之間 我們國民黨多次來大陸 咱就說王毅多次來組織 這個學院有好多會議 王毅談得也很親切也很溫和 對台灣這個方面 多次談到了統一問題 但是也會談到說 台灣方面也說 相見之間怎麼相反也很晚這句話 說出了一個很親切的內心的發出講話 我說說這個女士 你談問題要抓住重點 謝謝 好的謝謝黑龍江的張先生 發表您個人的看法 下面我想把時間交給在台北的主持人 葉博弈 請博弈來主持接下來這一輪的討論 博弈 這個幾位聽眾所提出的問題 我想先來請教在台北的武漢吳教授 就是黑龍江的張先生有提到一個問題 也是我想要請教您的 就是這個在國共論壇的這個成員要出發之前 馬英九總統有接見過他們 他也當然提到說這一次就是國共論壇 不只是有國民黨也有各多很多